大家好,我是小关头 今天我要读二夏的课文第六课 六,生日快乐 作者,明石 小时候,我生了一场病 眼睛就看不见了 红色,白色,蓝色都消失了 眼前是一片黑 有一天,妈妈说 我们要送你一份礼物 爸爸牵着我的手 一步一步走 走了好长一段路 空气冷冷的 可能下着毛毛雨 上车了 火车摇摇晃晃的 好像坐在摇篮里 下一站暖暖 下一站四脚停 火车一站又一站 停停走走 不知道我们会在哪里下车 我闪不住 我闪不住问 礼物放在很远的地方吗 爸爸神秘的在我耳边说 是啊,要再等一等 下车后 下车后 再走一段路 风凉凉凉凉凉凉凉的 快乐 这是送你的礼物 浪花打在我的脚上 我笑了 这份礼物我好喜欢 我喜欢